大家好,我們是我照顧你放心 日期 以及時間 並可於下方四個文字方塊中輸入已測量數據 按下新增即可儲存 點按查詢,則會顯示過往已儲存資料 若有修改動作 按修改確認,則會自動儲存 若要進行刪除 請先於查詢後,選擇要刪除資料 點按查詢鍵即可刪除成功 選擇要刪除資料 時間差不多 爸應該兩碗鞋子 應該關心一下他的健康狀況 哇,爸鞋子怎麼這麼高啊 應該趕緊要關心一下哪 喂 爸 你的鞋子怎麼這麼高啊 你是怎麼知道的 提醒功能 在提醒事件中 輸入吃藥 提醒功能 內容輸入飯後一顆 重複時間 選擇星期一至星期天 我們將時間選在3點06分 按下儲存 即可返回 提醒將於3點06分至3點07分間 跳出提醒 跳出提醒後按下OK 看完了上述的小劇場後 是否更了解我們的APP了呢 我們整合了商業分析 資訊技術等課程 例如商概、既概、資料處理、網路原理 及程式設計 創意性 我們將血壓、血糖、資料雲端化 使家人能隨時隨地掌握長輩的健康紀錄 並做統計分析 利用政府開放資料 更可貴的是 我們成功測試雲端資料表 也用在架設後端資料庫 以減少成本、降低技術門檻 應用及整合性 我們結合多種資料應用設計 例如 新北市Open Data Google Max API Google Chart API 以及Google Drive的Fusion Table 而且只要手機即可應用 不用再花錢增購設備 後端資料庫架構 我們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 我們向新北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做資料請求動作 並將他們回傳的Json資料格式 轉換成選單 第二部分 我們向Google Fusion Tables 進行Sequel語法的新增、修改、刪除、查詢等動作 右圖為雲端紀錄表成功更新後的示意圖 此圖為新增寫檔資料部分程式碼 修改資料部分程式碼 刪除資料部分程式碼 查詢資料部分程式碼 統計圖表功能 我們利用Google Chart API 製作統計圖表 結論 我們實作出三類功能 第一類為緊急救援 第二類為健康管理 第三類為記憶助手 遇到的問題 我們在程式技術上 能有很多的改進空間 例如無法做推播等 希望未來能學習Java程式來開發APP 建議 由於新北市Open Data中 引法族醫療資源較少 建議政府能夠增加醫療資源 以及遠距照顧等相關資訊 因老年化趨勢 未來展望 本小組希望能夠增進 去讓資料分析與統計的技術 開發出更實用的APP 這些為映住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